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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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博士又走火入魔了 虽然我们都宅在家 但对科学的热情也没有因此停摆哦 不知道其他小朋友们宅在家 广义期间的自然科学课 又是在学些什么呢 如果博士知道 然后还有一群这么热爱自然科学的孩子 一定会很感动 好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Let's go 哦 我的天啊 原来还有一群那么热爱自然科学的孩子 不仅仅在家里自己动手做实验 还透过饲养昆虫 来了解生态的奥迷 博士我实在太感动了 博士在家自主学习 反而还让孩子们更主动学习 我的手要不受控制了 我又在博士业了 博士你还好吗 博士又走火入魔了 真的要开始疯狂的做实验了 真是的 你防疫期间的自然科学课 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欢迎上小主播粉丝传告诉我们哦 今天的自然科学课下课了 拜拜 大家好 我叫做杏荣 现在独士林国小就要升五年级了 自从疫情爆发之后 我的生活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像是 我每天都可以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吃饭 在在家期间 我每天都会帮我的好朋友准备食物 说到我的好朋友 他的食量可不小 如果忘记喂他食物 他可是会疯狂的抓箱子 也会乱飞 所以千万不要饿到他 蒙古古动物是他的最爱 我最常帮他准备这个了 每次给他 他都会吃得干干净净的 看着他吃完的空碗 也让我的食欲也变得超级好 所以我最喜欢宅在家 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吃饭咯 啊 还有还有 我每天都跟我的好朋友一起躲太阳 最近天气真的超级热 我跟我的好朋友都超怕热 所以这阵子宅在家的期间 我们很常一起躲在家消暑 我们最喜欢一起躲在家里最阴凉又通风的地方 晨凉了 说到我跟我的好朋友相似的地方 除了怕热之外 大概就是早上都像个赖传鬼 常常爬 常常爬不起来 只是我妈说我的好朋友是因为夜行性 而我是因为皮在痒 宅在家防疫的这段期间 上课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你知道吗 我的好朋友就是我的自然老师 他给了我最好的生态教育 一起来看看他教了我什么吧 这就是我的好朋友独角仙 自从停课以来 我的自然老师说我是他的小组长 请我帮他照顾 我从勇气就开始照顾他了 他大概已经孵化了一个半月 独角仙要怎么分工的跟母的吗 工的他的鸡脚会长得很大 这个是胸脚 就是长在头上是动不了的 像这只就可以动 这就是他的鸡脚 然后这个是母的 因为他刚开摊吃 所以我帮他擦一擦 然后这只母的 像母的他就没有鸡脚 所以他就是一看就知道是母的 很像金龟子 独角仙还需要有一个攀抓物 因为他们喜欢爬来爬去 所以这里面就可能会六角朝天 这时候他们会这样摇摇摇 到攀抓物旁边 然后就把他抓住 让他们就不会饿死 在那边最后会饿死 独角仙他们分为四个阶段 从晚期到幼虫期 到勇期 到群虫 他们就是我们曾经的完全变态 他们从软出来变成幼虫期的时候 大概需要十天 他们幼虫期又分为三个阶段 10幼虫 20幼虫 跟30幼虫 10幼虫大概 10幼虫要变20幼虫 大概需要两个月 20幼虫到30幼虫 大概也需要两个月 30幼虫到勇期的时候 大概会比较久 大概需要六个月 然后勇期是他们最脱落的时间 如果你的一脱到他 他有点歪掉的话 他出来的成虫就会不完整 然后勇期 要出来变成虫的时候 大概也是需要六个月 然后成虫出来 大概也只有两个月可以 最多就两个月 养活脚先需要注意的是像有 一 如果你想要玩他 他把他放在手上的时候 因为他的手这个 真的超级力的 所以他平常是在野外都是在树上 所以他会像把你的手当树极 用力地抓的 所以玩他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 第二个 千万千万不能放在他这里 他比 像肉都会被削下来 第三个 需要注意的是像有 如果想玩他的话 可以摸他屁股让他走动 或是让他动一下 第四个 就是玩完他们 一定要记得要洗手 因为工床都不是很干净的 看完我的介绍 你们是不是更了解我的好朋友 独角先了呢 没想到 角在家的这段时间 我的好朋友帮我上了那么多自然课 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他 啊 差不多到他的吃饭时间了 我得赶快去陪他吃饭了 大家拜拜 大家好 我叫做Tony 就读于昌平国销五年级 自从疫情爆发后 我的生活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像是 我变得超晚睡的 以前都是晚上九点就必须上床睡觉的我 现在竟然到十一点都还不会累 因为疫情宅在家 让我的体力无处消耗 反而让我更晚睡觉了 对了 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吃 以往爸爸妈妈 我也要让我上课有满满的精神 早餐大都让我吃得饱又吃得好 但最近因为疫情 外星买菜比喻 又老是被抢购一空 和我们家吃得越来越简单 连我原本最喜欢吃的微波食品 泡面 现在我都不想要再吃了 但我想我体重会直线上升的原因 应该是因为都没办法出去运动 而不是因为吃得好 但以下这几项变化 都不是最夸张的 变化最大的 大概就是我们电子产品这件事了 以往只要一用手机就会被管着我 现在用一整天都没有人会念我 但是我很自律 也只会拿手机电脑来视讯上课 云端学习 有人在吗 有 镜头都打开 哪一个效果比较好 就是一开始就手机 它比较不会理解 对 就是从一开始就先做规划 效果反而更好 那我们看一下 老师所以今天是要完成整篇文章吗 没有 各位应该有看到6月29作业吧 第二项叫做完成开头与结尾 在这家防疫的这段期间 上课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我觉得这样太无聊了 所以我总会在空闲时间 找妹妹一起做一些有趣的自然科学实验 不只可以玩 还可以学习 妹妹是不是也觉得我这样的哥哥很帅气呢 然后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红西现象 然后呢 它的就是需要的材料 有这个这个 吸管 和一个剪刀 吸管 看 剪刀 还有 一盆水 里面这里是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水 一个装水的杯子 和没装水的杯子 还有一个这个可以把水定高的盒子 然后要先把吸管的 要找这种 这种可弯的吸管 然后要把吸管剪一小段 剪一小段这样子 剪掉大概这样子 然后 减吸管的程度是由这样子可不可以碰到底来定出来的 然后第一步就要先把吸管里面装水 然后装到粉满的没有任何一点点空气 所以它这里面没有装满的水之后呢 把吸管的一头 泡在那个水 有中水的杯子里面放开 哇好酷哦 这边有水变多 这边水变少了 然后不能让水去接触到这个空气 因为如果接触到空气 一有空气跑进去 你看它就会像这样子 它就会停掉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把它这里面往下压 让它一直都是有水的状态这样子 没想到整个加防疫不仅可以救世界 还可以透过丰富的网络知识 学习到课本里面没有的自然科学哦 像我们今天做的红析实验 就让我学习到了红析润力 谢谢哥哥 这实验真有趣 那我们明天再来做吃看其他实验吧 yes 哥哥 最帅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往最需要老师在一旁指导的音乐课 现在都必须以线上视讯执行 但是各种乐器的吵杂声 网络的延迟性等 各种难以控制的情况 都让我们音乐课 比起其他课程 更难以顺利的进行 除了需要老师的耐心之外 更需要同学们的专注 才能让音乐课顺利的上课 以下我将公布我亲身经历 绝无造假的音乐课教学实录 敬祝各位伟大的音乐老师们 在恢复以往的教学模式之前 都能够安好 线上音乐课 Fighting 哈喽 同学们在线上了吗 准备上课了 有没有很想念老师的声音啊 好的老师 我准备好要上课 好的 没关系 老师知道你们都很想念 在学校上音乐课的日子 但现在视讯还是可以上课哦 别担心 我们赶紧来上课 请同学们先起立 我们来开开嗓 先发发声 老师 老师 我可能 不太方便 同学你还好吗 是不是血糖太低了 老师 我没事 我只是还没有穿裤子而已 没关系 老师等你 哦 那老师我先去找裤子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练习一下 下周的乐学哦 昨天应该有记得复习 老师 老师 您放心 我可是练习的非常久 您一定不会失望 我真的是太欣慰了 你是我教过最好的学生 来 让老师听听 老师 老师 同学 你弹错咯 请暂停一下 同学 有听到吗 SOP SOP 同学 一定弹错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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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起 我刚才不想一看到静音店 然后你刚才说什么 我都没听到 没关系 你弹得真好 我给你零分 好的 好的 同学 我们先翻到乐谱的第三乐章 老师 等一下 我妈叫我先去吃个水果 好的 你去吃一下 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 老师 十分钟好像不够 我妈叫我吃完水果后 去跟她一起玩健身环 那我们今天先下课好了 那我们今天先下课好了 耶 谢谢老师 这边的音乐课 也有不一样变化 不知道他们都在做些什么有趣的课程 又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嗨 大家好 我是佩如 今年就读台北时代的实验假日机构 是九年级国三 最近因为COVID-19疫情的影响 改变了我们平常很多生活习惯 就连平常要早起上课 但是又睡眠不择我 现在都不用去学校了呢 是不是很开心啊 但是 你以为宅在家 就可以放松 轻轻松松的度过这段假期了吗 唉 如果你真的那么以为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的线上音乐课 到底都在上些什么吧 Let's go 有一天晚上啊 我也就是在想这个音乐作业的时候呢 我就 我就想起一段旋律 突然灵感就来了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打谱打下来 一二 在家里闷得太久了 好 所以是前面有停两开 再 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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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这个音 希望可以成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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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目前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第一句完成了 嗯 嗯 来个两拍的RE 一拍半的RE 再一个 一 两拍的DONE 听听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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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吧 我的线上音乐课居然可以这么有趣 可以自己作曲啊填词 其实啊现在在网路上 有很多可以让你更了解音乐的工具哦 而且完全不受听课影响 是不是超棒的呢 好了现在大家都已经看过我是走编曲的了 接下来就换你来试试看 也许啊你也可以创作出一首属于你自己的曲子 你也可以是大创曲家哦 我的线上音乐课上课了哦 现在一起来听听看我所冲作的曲子吧 其实也没有那么无聊的 好 by B again by bwd6 撒 bat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